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最后一场的中原普渡 上个星期六是在重庆市场举行 主任秘书温美华特别出席 祝福市场摊商们生意新龙 而对于整个市场设施的改善 温美华说市公所很积极在办理 期盼可以让摊商和消费者有优质的购物环境 进行中山、大同、复兴还有中华市场之后 重庆市场在9月12号举办普渡法会 市公所主任秘书温美华协同市长所长修信都参加法会 并且助市场摊商生意新龙 而对于市场的公有设施改善 温美华表示都已经在积极办理逐步改善当中 花莲市有五大公有市场 我们从中山、大同、复兴、中华几个市场普渡结束之后 今天农历7月25也是我们花莲最大的重庆市场 总共有272摊 今天举行盛大的普渡 那他们大家也是希望说 透过普渡然后让大家的来年那个生意新龙 那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 我们针对重庆市场 他们一些内部的设施都在逐步做改善 那我们摊商今年都非常的厉害 那取得热活名摊 然后也有取得全国那个卤味得到优胜 那我们也继续鼓励我们摊商继续努力 未来在提升服务品质部分 然后继续增加我们星级的那个平正 那那个名摊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祝福我们重庆市场 还有各大公有市场 大家摊商们都生意兴隆 重庆市场的普渡法会遵循鼓礼 邀请法师为十方好兄弟送金超度 也奉请专司阴间鬼魂的交面大事作证 祈求一切吉祥平安 欧美华表示 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自治会 都相当用心在经营 施工所也会针对市场设施做逐步改善 期盼摊商和施工所可以携手合作 一起来为消费者打造优质的购物环境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